然后就是说有一把这个精彩的悲鸣狐小内的视频 放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可能悲鸣狐在我这边打不出这个悲鸣狐应有的强度 所以我把一把粉丝投稿的视频来发出来 给大家欣赏欣赏 就是看一下这个这边打的主视角打的怎么样 好这边开局有这个神赵云加戏制裁嘛 开局神赵云血量最少嘛 自动说上一个标记 那这边神赵云扣血的话 那我们就是说摸牌嘛 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到了我们的回合 我们应该是把另外一张另外一个印记说给戏制裁嘛 因为神赵云这边但凡扣一滴血呢 神赵云扣血加戏制裁扣血 我们这边直接是两排的收益 其实收益是特别高的 那有神赵云有这个戏制裁的局期打的特别舒服 那这个秦秦说开局说跳了一个反贼的 跳了一个忠诚的身份嘛 直接火攻戏制裁 把自己忠诚身份跳干净 好看这边神赵云怎么打吧 神赵云头上顶着一个魏国势力 其实还是挺关键的 他神赵云这边乐不思处 这个乐一个身份像看起来像反的 这个悲迷糊 其实跳的是一个忠诚身份 看黄盖这边这边怎么打吧 黄盖这边吃一个桃子挂一个斧子 一张火沙沙戏制裁也跳了一个忠诚的身份 那这样情况有点问题了 就是我们这边是一个小内嘛 我们这边是一个小内 这边二号三号加上这个五号 都是跳的这个忠诚身份 其实就有点迷惑了 加上这边姜维的行动是 姜维是单挂一个武器 没有做任何挑衅 就很简直很离谱 这边二三四五打的 好像是有点问题 那这边春华是民反 姜维制裁跳的是首反 那这边二三四五就有两个内鬼 就很夸张 就是一把游戏两个内鬼 那老戏这边说去火攻姜维制裁 火攻神赵云去蹭血 这边火攻神赵云 神赵云扣一滴 这个老戏扣一滴去血 那在姜维制裁的眼里 那我们这边确实是一个反责身份 我们这边连捞 就是我们这边连捞两下姜维制裁 就他这边火攻赵云的话 他就是他自己说能触发这个 触发技能嘛 然后在我们悲悯或是能磨两排 所以这边火攻神赵云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到了春华的回头 春华说开一张这个 开一张这个南蛮入侵嘛 开南蛮入侵了以后 因为张春华是体力流失嘛 所以这边细致才说不能 不能触发这个技能 曹月也是不能触发这个技能嘛 那曹月这边其实 明健给一个情密的话 其实有那么点不合适 除非说有一个距离嘛 那这边情密没有距离 说卡的特别难受 那我觉得你可以给这个黄盖 或者说给这个神赵云吧 那至少我在这边看的情况下是这样子的 好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吧 反正我们这边已经被污成了一个反贼嘛 因为反贼坑太少了 那神赵云觉得这个行李说是一个忠诚嘛 那这个将尉不知道在干些什么 神赵云一个双火杀 说去杀这个将尉 打的是没有什么问题呢 将尉这边挑衅这个赵云嘛 挑衅赵云先挑衅后才排序没有问题 然后两个贴索连环 直接把他他认为的这个祖宗 祖宗内全部连起来了 我觉得这边打的都没有问题 除了他开局没有去挑衅这个主攻 他就下一个装备嘛 那这边将尉确实你手反不跳 打的就是有毛病 好到了黄盖的回头 黄盖怎么打 黄盖这边炸响一张红沙 杀神赵云 诶什么个意思 这里这里我有点看懵了 这个黄盖在做些什么 铁锁这边是重塑掉的 然后继续一张杀杀这个琴蜜 好黄盖这边弃牌了 黄盖这边弃牌 就这个意思是黄盖这边是跳了一个什么身份呢 我们这个主视角是内间嘛 在主视角眼里是能看清楚的 就主视角眼里能看清楚 这个奥尔三是两个忠臣嘛 那剩下的四五两个反贼 他们两个反贼在他妈乱玩 那主视角这边能看清楚 但是在别人视角里确实看不清楚 他们以为这个四号室内 或者说五号室内嘛 那五号开局去打这个首反吸制裁 确实打有问题 好我们这边说借刀杀人 把这个诸葛连拿到手了以后 一张绝斗把这个吸制裁 吸制裁给收了嘛 吸制裁收了以后 我们这边能摸三张牌嘛 其实这边打的有点 风险有点高嘛 吸制裁这边万有陶酒的话 他不愿意死 他直接救起来 把你的诸葛连弩一下 你这把人就没法打了 好那这边一张顺手千 然后顺到一张杀 那两张杀直接把这个黄盖给收了 好吧黄盖也收了以后 全场没手牌 是没有人会去救他的 那这边说去一张杀 杀神赵云嘛 注意这里神赵云 是冰死状态下受到伤害 我们这边是拿不到这个一张牌的嘛 因为这个印记 只有在人活的时候才能拿牌的嘛 然后这边一张杀 把这个秦密给收了 秦密收了以后 看看主持角这边会怎么打吧 社会虚报还是会怎么样嘛 那这边主持角是选择一张 乐兵全部上了 然后这边一张拆巧 把这个春华的手牌拆一下 一张拆巧 把这个 把这个这个草位的白银柿子给拆一下 其实这里打的也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你 但是我觉得冰凉村断有点可惜吧 或许有点可惜吧 其实打的是没有问题的 这边这个草位这边 因为是春华是体力流失嘛 那那这边 对吧 那这边控住春华也没什么问题 第二张乐住这个张春华嘛 然后这边是这个牌型 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两个红桃闪 一个方片闪嘛 然后主持角这边打 这里 这这波操作有点失误了 而注意这边 这个主持角丢的是方片闪嘛 其实是讲道理 应该是丢这个红桃闪嘛 因为你需要凑花色 所以这边 这边有失误 就是说这个火攻凑花色嘛 有失误讲出来 然后春华这边打的是一张明闪嘛 其实可以记下 就是到这个结尾的时候 其实可以记下 然后这边主持角拆桥 拆桥拆到一张这个方七闪嘛 说明他喜欢还有一张方十闪 这边都是明牌嘛 打到最后的时候 都可以记下这个牌型 就没有什么问题的 就是对这个技术的提高 都是挺好的 然后春华这边 就是说一张杀赌曹卫嘛 因为春华的银把 只有说把这个曹卫干死了 那这边他堵 堵这个曹卫 这边就对 强压曹卫血线 其实没有问题的 那主持角这边 觉醒了以后 一张顺手千阳 当两张顺手千阳使用嘛 顺了两张牌以后 一张杀 一张杀把这个春华带走了 那剩下的就一张顺手千阳 然后一张杀 一张这个南班入侵就结束了 就不要去做任何多余的动作 去编试了 没有必要 然后这边最后是 谢谢这个玩家的投稿嘛 这边也是说 如果他来这个评论区的话 我也是会把这个 这个置顶说留给他的嘛 然后剩下就讲一下吧 其实被迷糊这个武将 在军八里的强度 其实确实是堪忧的 别看这局 这个打这么好的话 其实是有这个 神兆云家稀释财嘛 这边就强度一般 然后就去这边溜了 对军八强度展示